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穩超聖經驗節目 當然上個禮拜 很多投資人打電話 或是掃描QR Code 進來拿閻老師的資料 閻老師在這邊 進上十二分鐘的十二萬分的一個謝意 因為這個打電話進來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多 代表說看我們節目 支持閻老師的人也是很多 那閻老師在這邊 先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謝謝大家 其實一個分析師 在這個檯面上面 來解股票也好 解大盤也好 其實就是要獲得怎麼樣 大家的一個信任 獲得大家的一個認可 我認為這個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說你解的盤 講的股票 它是沒有延續性的 只是每天在那邊 對不對 認為這個地方應該空 這個地方應該多 或是講講什麼EPS 對不對 我覺得這種節目的話 可能未來被淘汰的機會 是非常非常大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很多的分析師 他沒有經歷過之前 這個雷曼兄弟 真的經歷過那個雷曼兄弟的人 大概現在都不在了 對不對 但是顏老是經歷過 08年我這個剛剛踏入這個所謂的台灣股票市場裡面 我就經歷到那一波 下殺到多少 3000點 這個時候投資人反而怎麼樣 非常有勇氣喔 3000點批命買批命買 有人去阿炒 你知道嗎 都會買 你知道嗎 後來就證明了 當時候挫殺的股票 在最低檔的時候你都能夠賺得到錢 但是目前為止台股很奇怪 有人從多少 8500點開始看空 一路再看空 漲到12000再看空 賭博式的操作 俄羅斯輪盤對不對 這邊開一槍放空 這邊再開一槍放空 等到創新高的時候跟你講 這高點不多了 再來開一槍 一直開一槍開一槍 開到最後自己葛屁了 也把投資人害死了 這叫賭博式的操作 俗稱叫做俄羅斯的輪盤 這個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真的講轉折 來 我就跟你講轉折 這個地方我不會跟你講說 還會繼續漲 這個地方要先拉回 先休息一下 那當然今天的加錢指數也是下跌 那到底修正滿足了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你們會覺得很奇怪 一個做多的老師 怎麼會跟你講說 這個大盤修正還沒有結束 這個叫做解真實的盤 講真實的行情 我相信這個投資人看節目也好 看網路也好 這看了幾十年了 很多光怪陸棋的節目 都看過了你知道嗎 有人拼命喊多 1月1號喊到12月31號 每天都喊多 反正行情跟他沒有關係 每天都喊多 那這種人對不對 最近已經被淘汰掉了 那也有人每天喊空 我也不知道他在喊什麼 這邊空一下 這邊再空 長下來沒有理由再空 再空一下 空到沒有錢了對不對 假空單就出來了繼續空 你空到這個地方你還有錢空 你不要給我騙 你不要騙我 所以說這個有時候看節目 你要看得懂門道 有人喜歡看熱鬧 看熱鬧也沒關係 這個大盤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地方現在融資還有2000多億 這個地方對不對 你要往上供的機會不大 這個地方必須要做出個震盪整理 震盪整理其實最好的方法是怎麼樣 我希望它跌深一點 從斬丁節蕾的告訴你 我希望它怎麼樣掉下來 掉下來我才有機會去買 因為最近漲太多了 投資人他不認同這個大盤的時候 他追加意願就不是很高 我倒是希望說這個大盤跌快一點 最好一天對不對 就把它跌完了 我當天我就敢進場了 就是這麼簡單 你要先講好不好 不是每天跟你講轉折轉折轉折 我們這個台股不是跟那個北宜公路一樣 九彎十八轉 每天在那邊轉折轉折 你把投資人的腦袋都轉到昏掉了 岩老師跟你講對不對 你在這段資金要開始控管嘛 保持資金的水位就可以了 金融管會跟你講什麼 這個投資有風險 不要用融資來操作 我告訴你什麼 我告訴你看節目就看節目好不好 不要對我們的股票很有興趣 老師這邊公準未來還會不會漲 老師這個被動元件疊那麼多了 你什麼時候要進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真的啦 你看節目你就慢慢看 你看了久的人對不對 你從三月份開始看 你應該每一檔都賺錢嘛 你有賠錢的嗎 你告訴我 你低階的人你會賠錢嗎 再看到對不對 12月 每一檔股票 我相信都可以來做出個驗證嘛 看到今年好了對不對 看到公準 看到大盈維 看到廣宇 三月份就看這兩支啦 不要亂看好不好 A跟B 一檔叫標馬股 一檔叫什麼 黑馬股 當然今天這兩檔股票你要的人 老師就送給你好不好 怎麼送很簡單 你現在可以直接掃瞄我們QR Code 好不好 我們不是在跟各位在做生意啦 你直接掃瞄我們QR Code 只要有留下姓名跟聯絡的方式 這樣就可以了好不好 我們未來三月份 這個大盤震盪整理完了 洗完了之後 我們要進場 這個禮拜有沒有機會進場 當然有啦 我認為這個大盤還沒洗完嘛 但是這個禮拜三月份的代表座 一定會進場 兩檔都是所謂的洗機的好不好 洗機的 洗機的比較好 比較好標啦 你如果大盤現在不上檔 所以說對不對 你有興趣的 我就請你直接掃瞄就可以了 不用講那麼多廢話嘛 講那麼多廢話沒有用 你先把資料告訴大家 你未來有什麼股票 對不對 未來有什麼樣的股票 應該它會動的 它會漲的 而且是底部的 來你在這個line裡面先告訴人家嘛 但是我這個有先潔的條件 這個全線開放沒有關係啦 但是你掃瞄我們QR Code的 一定要留下姓名跟聯絡方式啦 如果說你沒有留的話 真的啦我們找不到人啦 當然現在投資人比他沒有耐心啦 老師這個大盤每天開盤就差不多是收盤 沒股漲台股今天跌 這個非常好 我相信顏老師講過這個日本四川銀帳 他操作股票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叫等 等待這個大盤開始發生轉折 這是一個忍耐的功夫 另外一個是怎麼樣 買進 轉折出現了嘛 殺多了嘛 開始買進 那最後一個動作叫什麼 獲利了解 那當然有人認為說 這個三個動作都要做得很漂亮 其實做得最漂亮的動作就是等待 等待 這個等待 該不該進場買 這個很重要 當然這個如果說這個大盤盤的話 未來的話就有很多新的標的會出現 那當然這個投資人會問說 老師這一支是哪一支 其實我們在節目裡面 我們不是在報名牌 這3月5號的直接跳空了 太快了 你沒有早點買的話根本來不及 對不對 今天就更過分了 看都不用看 直接鎖了好不好 直接鎖了 直接鎖死了 沒有叫你追了好不好 等拉回來 我還是很有耐心 雖然說今天這支鎖得很對不對 鎖死了 我也沒叫你追嘛 等拉回來 從這天開始講的3月5號 這個叫你對不對 第一檔買 買了之後的話有機會鎖掌停 真的買不到的話等拉回來 這支是新的 股票操作看未來 看到未來有沒有 看到未來有沒有 他鎖死了 不是鑽死 是鎖死了 鎖死的股票怎麼辦 等拉回來 你看我會不會慫有投資人說 這個股票不錯 基本面很好 本益比很低 另外一支怎麼樣 這支又怎麼樣 我覺得沒有必要好不好 投資人都在看節目 其實看節目最大的一個誘因就是說 這個股票能不能幫助到投資人 其實也要是操作理念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投資人都能夠認同 不會叫各位去追 我希望是找那種比較低檔區的 有發動點的 未來可以做一個波段操作的 當然這個基本面跟技術面 我還是會幫大家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 因為有些投資人認為說 基本面好的股票它操作起來比較安心 OK 但是你現在你去看對不對 這個台積電也好 聯電也好 聯電跌得比較多喔 你真的不要去搶反彈 好不好 這個台積電的部分的話拉回 休花注意一下 那當然最近那個光漲很多啦 那你就算找不到那個光對不對 你也可以找別的光啦 對不對 現在大家就要找新的 那這一檔股票開盤價52.6 52.6 在這個地方 鎖掌停 中間有打開啦 這個有打開 這個不是叫大家去追喔 我先講喔 不要追 不要追 你真的想操作的話很多的股票喔 我以這檔股票做原則啦好不好 你就是拉回買 拉回買 千萬不要去做這個追價的動作 好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好不好 這個叫做易得勢啦 這個股票講很久了嘛 漲多了之後我有沒有叫大家去追 沒有吧 這個是禮拜五嘛 對不對 你可以拉回再買嘛 今天怎麼樣 再創波段新高嘛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這股價不可能天天漲 跟大盤一樣 總有拉回的機會 讓大家上車 只是說拉回的時候投資人怎麼去看 這個股票未來會不會漲 對不對 今天還是一樣嘛 再創波段新高 那如果說你說低檔去買的人 對不對 從低檔去買的人 阿里的毛巾嘛 這種小型股在今年 對不對 它漲的速度會比較快啦 你每天看節目的 我就希望你用看的 好不好 用看的對不對 精神也很好啦 精神百倍啦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也不敢講說你有沒有賺到錢 我認為說有時候用看的 也是一種美德啦 不見得說你要去做啦 那未來的話請注意的 我之前跟你講說被動元件 細菌元嘛 對不對 我還是沒有改變 被動元件最近會拉回 你不要去動作好不好 你不要去動作好不好 該動作的話我會通知我的會員 我沒辦法通知你 細菌元也是一樣 這兩個族群目前為止都漲多了在拉回 電動車看半年 報尼啊 現在要做的是小型股 小型股幾乎都是鎖碼的 鎖碼的 這個很重要好不好 那未來的話我們會做業績成長股嘛 這個對不對 Cycle先要搞定 先做小型股 因為小型股這個漲的速度上面 它會比較快一點 那當然上個禮拜的操作 到一個段落的叫公準 來 投資人看到這個節目 看到公準 千萬不要買 千萬不要追 這個節目用參考一下就好了 我很怕投資人去追 我也很怕投資人 看到這個基本面很好 毛利率41% 盈利率19%對不對 本益比只有20倍 它就追進去了 一檔股票有基本面有技術面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回歸到什麼 回歸到買點 賣點 買點 賣點不對啊 一樣賺不到錢 這個是不是專業的買點 我不知道 對不對 有人說50塊 有人說60塊 有人說70塊 我不知道 這天開盤價64塊5 這天開盤價是74塊 有人說這一天就不要賣 不要賣 打下來你受得了 打下來你受得了 受得了你就買嘛 這個地方你敢買嗎 買了之後直接拉漲停啊 我這天本來跟你講說 我要保密了對不對 那我也打開給你看 對不對 從這天開始以後 全部保密對不對 希望你是賺錢的啦 你連公準都賺不到 我不認為說你其他的股票你有辦法賺到啦 當然有些股票是做短線的 短線上面很強 你就稍微做個價差 短線先賺嘛 像這個升級類股的號頂對不對 129.5要不然再買方我不知道 這個有連續性 這股價一定要有連續性 股價沒有連續性的話 你要賺錢的話很難賺到 這個拉回嘛 拉回該怎麼辦 有人說拉回對不對 認賠啊 傻傻的 那我當然今天的話要做一個動作 因為公司說 這個顏老師你最近都沒有幫投資人 做那個持股診斷 我是可以 因為最近盤勢 投資人操作難度上面會比較高 但是我要先講 這張股票就不要再問好不好 我覺得很多人來問這張股票 我認為是走空頭 那相反過來你郁金光走空頭 你如果去挑什麼 挑大力光你就賺錢了 那你為什麼會去堅持買郁金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了對不對 你要挑的話也挑這個大力光 這個比他賺得到錢 不然的話你存股概念股 你買這個台塑化你也賺得到錢 對不對 你買2049的上銀 也賺得到錢 我就不知道大家選股的邏輯是什麼 選股的邏輯其實很簡單 不要跟著牌面上面 去做出個起舞的動作 那你今天股票套牢的人好不好 那你今天為什麼今天要掃描我們QR Code 老師你要做持股診斷 你老是做持股診斷 我跟你講我都去親自打電話 我絕對不會假守這個助理 我希望言老師跟你的距離能夠拉近 今天只要打電話進來的人 把你手中的股票告訴我以外 等一下我下節目我一定是親自打電話 等一下掃描QR Code的 你直接在QR Code裡面問就可以了啦 好不好 直接問啦好不好 需要我直接回答的好不好 需要我直接回答的 你就留下你的姓名跟聯絡的一個方式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吧 可以啦 但是不要叫言老師猜猜看 老師這個行情未來會不會到3萬 這個問題就太扯了啦 太扯了你知道嗎 這個太扯的問題 有時候我就沒有辦法去回答好不好 那當然投資人大概是需要一份寶貴的資料 我今天當然除了開放大家這個持股診斷以外 我希望說有些重要資料 言老師開放給你的時候 我希望說你能夠怎麼樣 積極的參與 我希望你能夠站在跟言老師這邊一樣 外的大盤怎麼動作我會告訴你 但是有資料要先拿回去 先參考一下 我懂意思吧 很重要的資料要參考一下 來 公準不要再追了好不好 你去打開看一下公準的接班人是哪一檔股票 你今天掃瞄QR Code 來 公準的接班人就給你了 老師3月份要操作什麼 3月奔牛標股這支 先做這一支還是先做這一支 先做這一支好不好 先做這一支 因為這一支要等拉回 這一支要等拉回 先做這一支 這一支的話我們助理會告訴你好不好 你先打電話進來 公準接班人先拿到 這一支先做 做好以後回頭再來做這一支 我這樣子講的應該夠清楚吧 應該夠清楚吧 你義德是沒有做到的沒有關係的好不好 好不好 過了就算了啦 你公準沒有做到的也算了啦好不好 你最近看節目的 這支拉回找買點的 來不及上車的 今天又漲停了 都沒關係好不好 都過去了好不好 我們就從新來開始好不好 這個月先做公準的接班人 很重要 掃描QR Code 掃描QR Code以後不要先做這一支 這一支要等拉回好不好 先做這一支 我們助理會告訴你好不好 今天這個打電話電話撥通的人 未來都有機會賺錢 未來都有機會賺錢 但是今天只要我們掃描QR Code 把我們QR Code撒好之後 3月的黑馬股 拉回準備佈局的 想要賺大條的 今天只要加LINE 加LINE打電話 下一支股票 顏老師幫你準備好了 100萬的直接中壓 要中壓股票的人 今天全線開放 直接掃描QR Code 機會來了要好好把握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輪圓頭部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棋 長期佈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奇蹟 贏家專線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圓頭部年分析師 歷經多次蜿蜒於空投 擁有二十多年股市經驗 擅長基本面分析 經驗大盤結構 最能凍竹基先 充分掌握風險 激其拜訪公司 深入產業研究 集中火力快速累積縮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輪圓頭部智庫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圓頭部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棋 長期佈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奇蹟 贏家專線0223219933 23219933 酒駕罰很大 一 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罪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拒檢或拒測罰更大哦 二 呼氣酒測值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三 酒駕再犯拒檢及拒測再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四 酒駕重新考照 需強制交裝酒精索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六千至一萬兩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或酒飲治療 不得再申請考照 六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酒駕零用券內政部警察署關心您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當然本週的大盤啊 我的判定應該拉回修正的機會比較多 但是拉回修正並不是一件壞事啊 因為之前投資人說股票漲太多了 他都不敢進場 那現在類股輪動嘛 因為大盤的一個資的部分 融資 兩千多億太多了 這個地方融資稍微要修理一下 稍微要修理一下 等到融資修理結束之後 空軍的話可能怎麼樣要繼續修理 這個就是所謂的大盤的一個輪動的一個格局 當然如果說這個投資人心裡面會怕的話 當然這個單股所單這個選擇也不錯啦 那高級的對不對 這就算高級的嘛 大盈為 我相信這個每個人都在講 但是好像喔 對不對 1月21號沒有人講 我有講啦 有啦 那22號我也持續講 因為這個地方震盪很厲害 當然有人認為說老師啊 一、兩、三要買一個就沒有 我說你要賣誰是可以賣 好不好 賣掉之後等拉回好不好 真的有拉回喔 你還買 你沒買 他又起來了 對不對 你沒買 對不對 他就每天起 所以說投資要有方法 那有些股票其實你買了之後它不會漲 它反而怎麼樣 會震盪一下 比如說像值得嘛 元月份全省演講參考股 我相信元月份有來演講會的 應該都知道這檔股票 但是你賺得到錢賺不到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對不對 有人賺得比較多 有人賺得比較少 我認為趨勢沒有改變的話 有時候拉回稍微注意一下 人家說低頓股不會漲 我認為會啊 有人說漲太多了 舉個例子金豪哥 有人說漲太多了 有人說威剛漲太多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認為還好啦 對不對 這個對不對 敢動作的人還是敢 不敢動作的人對不對 他就是用看 當然有人說小資的長得比較快 這個天域就長很快 對不對 就長很快 你現在不是說要去想以前 你現在要想現在 現在什麼樣的股票拉回 可以讓你賺得到錢 這個很重要 小資的比較快 但是小資的操作的話 我們就是處於一個單股所單 我們也不需要讓太多人知道 上個禮拜還跟你講義德勢 對不對 現在還是創新高 你大概就是賺少一點 上個禮拜跟你講什麼 跟你講公準 有人還會賠錢 不會吧 上個禮拜跟你講 這次拉回新的 今天怎麼樣 再漲停 那你現在什麼都不用管好不好 三月份哪一檔股票會漲 你就去做 三月份哪一檔股票是黑馬股 你現在你拉回 趕快去佈局 對不對 公準過了就算了好不好 公準的接班人好好把握 三月的奔牛標股 記得先做這一支 再做這一支 你不要做錯了 先做這一支 再做這一支 聽清楚了 那你今天電話撥通了 有機會給大家賺錢的感覺 今天全線開放 機會是大家的 今天只要撥通電話的 掃描我們的QR Code 未來大盤拉回 三月的黑馬股 我們會按照各位今天打電話 掃描QR Code的一個順序 我們會怎麼樣 會立即來通知你好不好 所以今天機會真的非常難得 你要好好把握 還沒有掃描QR Code的 今天趕快掃描 準備要中壓了 今天全線開放 機會只有一次 我們明天見 本服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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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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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